法式滚球在1907年在法国马赛、东方小镇、拉乔塔所发展出来的赛事 使球手在原地、双脚不离地、抛直滚球 因而发明出现今所称的法式滚球 现场徐正伟在了解之后认为法式滚球运动并不复杂 未来可以多加的来推广 法式滚球的玩法很简单 基本上每位选手会有三颗铁球 单人竞赛时三颗球 双人或团体则是每人两颗球 谁先将铁球全部丢完就算输了这一局 现场徐正伟在了解之后认为法式滚球运动其实并不困难 而花莲也有如此好的场地 未来应该会加强推广 对,其实我们这次看法的这个也蛮讲的意思 对,谁知道说应该是 这么多,而且都不熟悉 对,有熟悉的东西 不过现在既然每个球场 你说每个每个每个都可以做 现在两座球场 那就可以做着球场稍微 让我们来自看看 对,体验一下这样子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角度球场 因为已经有一个角度球场 所以今天有一个角度球场 所以今天有一个角度球场 有些小铁球场 有些小铁球场 所以就我们再有一些主题 可以慢慢推广 因为那个理事长也蛮热心的 对对对 那天上礼拜才 还还还还还还理事长 上礼拜我才来我们系上的主项 那就是未来 我们看未来怎么配合 因为现在我们东华游泳的体育这个四铁球 都有收一些花莲的优秀球赛 其实我们希望 对啊 就是我们拉到这边 会出一些线母推的栽程 然后再加上四级 对对对 我们全力配合 玩法式滚球还需要战术和攻略 玩家可以利用手上的铁球 做出攻击与防守 不过想要能更精准的 撞开领先者的铁球 当然要有深厚的功力才行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